Hello大家好,这里是Shimu 金克斯的动画是一发又一发的预告 最近呢,也是终于定档了 11月6号,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那么在众多的先导预告里 一个每人一张的八张海报额外热眼 这期视频就以这八张海报为线索 给大家梳理一下目前批诚祖安的矛盾 和本次出场的五个英雄的关系 外加上我对于新出的三名NPC的猜想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是金克斯和魏 这两个英雄推出来的时候 官方就有意强调了他们两个的特殊关系 仔细观察的观众应该能发现 这两个人的背景对应的是同一地点 只不过魏是完好的建筑 金克斯是破坏之后的 关于他们两个是姐妹花的猜想 来自魏小说的描述 魏是被福利院养大的 当时和魏一起送过来的有另外一个孩子 没有实锤 但是是金克斯的概率很大 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魏和金克斯看起来 真的不像是同父同母的孩子 所以我在猜测 他们两个可能是拥有同母异父 或者同父异母的 亦或者和魏一个摇篮里的孩子 并不是金克斯 那个孩子一直是一个伏笔 之后魏和金克斯的定位 就和大家熟知的一样 一个是经常在皮城捣乱的佐安女孩 一个是和凯特琳搭档的暴力执法官 那我觉得双城之战这部番剧 主要要体现佐安和皮城的对立 结合这次爆料的希尔克手上的紫色瓶子 我猜测三个NPC之一的希尔克就是佐安方的最后boss 他的身份可能是佐安炼金男爵之一 而根据前段时间官方的预告片和范德尔的面相来看 我估计范德尔应该是魏所在的福利院的院长 而这位优雅之性的姐姐梅尔就应该是皮城的管理层 这样就可以和希尔克进行对应 符合双城之战的概念 所以到这儿能摸出个大概剧情 魏和金克斯的主线是一条 连接范德尔然后凯特林希尔克和梅尔的线又是一条支线 大家应该发现了 以上聊到的内容少了两名主角 这两名主角是最后一条故事线 杰斯和维克托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杰斯和维克托的线要放在番剧里 其他两条线是可以连接起来的 比如魏要和凯特林一起去参与对决希尔克的任务 然后金克斯从中捣乱 也就是说另外两条线是在一条大主线里面的独立故事线 魏和金克斯的恩怨 可以通过凯特林进行连接起来 杰斯和维克托 他们和其他英雄有关系吗 别说还真有 但是线索非常的有限 一些硬核的观众可能已经想到了 对的 丧尸理智的祖安炼金研究者 及其雇佣的一大帮半机械化人 一直是皮城需要解决的目标 凯特林也参与过这个事件 虽然没说这个半机器人是维克托 但也八九不离十 而维克托和杰斯之前还是很好的朋友 后来在对科技的认知这方面发生了分歧 才不怎么交流的 所以把杰斯维克托拉进来 也合理 那到此 海报上的八个人的身份和关系连接 就算全部处理好了 那我来猜一猜这次故事的发展方向啊 我猜这次故事的起点 应该是西尔科在祖安搞出了什么乱子 然后引发了皮城管理层梅尔的注意 上层下达指示 让凯特林和魏去调查这个案件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直在状况外疯疯癫癫的金克斯 维克托和杰斯连接凯特林处理过的另外一个案子 维克托的光荣进化事件 可能和西尔科的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隐藏关系 至于关系是什么 这我就脑补不出来了 如果剧情真的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一点没有摸透 最主要的是神秘的蓝色小金石是什么 预告里 这东西出现在了很多人的手上 所以它可能是西尔科案件和维克托案件的关系 诱惑者当时的维克托还没到组安 在皮城生活的他在这次事件中 见识到了西尔科的计划 然后等西尔科被逮捕之后 被西尔科的理念所影响 只身前往组安开始光荣进化事件 看海报的样子 这次出演的维克托还是个人形 所以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 描述的可能就是光荣进化事件之前的事情 不过想的有点远了 回来回来 总结一下 从官方的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次的番剧 在金克斯和魏的过往方面 花了大量的笔墨去描写 这也就是说 凯特林小时候父母被绑架 可能没着重血 杰斯和维克托的分歧也没着重血 看起来像是一个大事件里面的 一个独立的小支线的叙述过程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还蛮开心的 我倒不希望拳头一口气吃成个胖子 没必要把一个大事件 从头到尾的全部编剧完成 这样的难度太高了 做不好就得不偿失了 一个大背景下面的 一个较为独立的温情的感人的小支线 叙述好了 我就非常知足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对了 说到金克斯 这里打着广告 罗技即将推出 LL英雄定制版鼠标 金克斯会被印到罗技鼠标上 我现在用的鼠标就是罗技的 真的蛮好用的 所以罗技找我打广告 我还是蛮开心的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可以期待一首罗技LL 英雄定制版鼠标的上线 如果你也喜欢LL 你还可以参加 罗技超级大玩家召集令 一起瓜分20万奖金 那关于这次金克斯剧情的猜测 如果各位观众有更好的猜测 和你觉得带感的剧情发展 可以发在评论区 我还蛮好奇 大家是怎么想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